大家好,我是乔治 本期视频是今年最重磅的视频 也是全网归类最全科普的巅峰之作 为全国喜欢玩相规的朋友们 创造了一个基准线 视频的主角是相规 虽然主角是相规 但是玩其他规的朋友 无论新手还是老手 在这期视频当中 也能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这里要声明 视频里面的内容是 本人经过反复修改,反复求证 耗时三个多月 倾注了很多的精力 本人承诺 这期视频的内容绝对真实可信 以一个求真误实的态度 对待这期视频 这个系列的视频看完之后 你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如果身边有玩相规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多多转发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车 我们首先打出来的大标题 叫北美相规 北美相规是属于泽归科 泽归科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 这里我们不对泽归科 进行一个系统的概述 我们就直接展开北美相规 北美相规下分为 卡罗来拉相规 新底儿相规 沼泽相规 还有锦相规 这四个类别当中 卡罗来拉相规和锦相规 是大家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至于新底儿相规 和沼泽相规 后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论述 那我们首先展开 北美相规当中的卡罗来拉相规 说到卡罗来拉相规 排在第一的绝对是东部相规 关于东部相规 它的坑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是打算把这一点 放在后面给大家说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被眼前这张图片所骗 不是所有的东部相规 它都长这样 左边张图片才是最现实的 所以说后续给大家看到的图片 都是非常非常惊艳的个体 这一部分的价格会非常非常的高 东部相规在2022年 它能卖到的价格是4000到2万块钱 这个区间只是针对于 刚刚出生的苗子 我个人认为 东部相规的通货 也就是在4000多 好看的个体 也就是7000到8000 那这里为什么会标一个2万 甚至2万加 一句话物以稀为贵 有些人拥有一些极品的硅 那么这个价格就是由它来定的 但市场上这种个体非常少 个人认为7000到8000的 也是非常好看的了 东箱这里的饲养难度 我给定的是4颗型 在北美相规当中 最高难度系数就是5颗型 说明东部相规其实还是不好养的 室宜的温度是在25度到30度 20度到25度这个区间 我们可以少位 18度以下就应该是清长给它冻眠 这种硅在原产地就可以冻眠 我们在冬眠过程当中应该控制温度在0度以上 小苗子时期尽量加温饲养 这里指着简要概述 让大家大体的了解一下 后面会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攻略 第二个要谈到的就是三指相规 还是那一句话 一定不要被图片所迷惑 因为好看的东西都不便宜 三指相规在美国分布非常的广泛 基本上在各个州都能看到它们的踪迹 正规在2022年国内的苗子价格 大概是在2600到3200块钱 饲养难度给到的是两颗星 证明这个硅种还是比较好养的 三指相规又分为花三和素三 通常情况下是素三比花三贵 但这个其实也不是绝对的 我认为品香好的都很贵 三指相规有一部分头是红色的 其实这一部分的贵非常好看 个人认为是最适合新手玩家养的贵 三指相规也是相规当中的硬通货 价格相比于冬要低很多 但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好玩 第三种就是佛罗里达相规 原产地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今年国内的价格是6000到9000块钱之间 一些极品各地其实可以卖到更贵 佛罗里达相规是很好养的 这种规在野外也很少 能否冬眠我写的待定 原则上是不可以冬眠的 但是国内有一部分玩家非常的勇 刚出壳的苗子拿去冬眠也没什么问题 这里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加温 当体重大于200克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它进行一个冬眠 并且冬眠的时候保证在10度是最好的 佛罗里达相规个人饲养体验是很好的 它也会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爆纹 背部会非常的高 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山坡一样 除了贵什么都好 第四种相规就要受到被很多人骂的 湾岸相规 很多人把它称为相规当中的脚屎棍 因为小时候与东乡三世很容易混淆 通常会被当作东乡卖 这里我一定一定要纠正大家一下 湾岸相规其实不难看 难看的其实是湾岸相规和其他相规 杂交之后得到的规 大家现在想买到一个纯的湾岸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这种东西跟东部相规杂交之后 苗子时期其实是很难看出来的 当然了我们后面也会教大家如何去区别这些东西 这种规其实非常好养 能吃能辣也会发色 有一些极品客体比东乡还好看 个人认为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这种规非常难买到 很多人都是把湾岸当东乡卖的 这种规也是可以冬眠的 不过也是最需要大家警惕的一种规 第五种要说到的就是尤卡坦香规 产地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 由于原产地非常炎热 尤卡坦香规在原产地是不需要冬眠的 那么在我们国内可不可以冬眠 冬眠最适应的温度就是多少 这里要给大家说 原则上这种规是不能冬眠的 但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种规每年都会拿去冬眠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不值得大家学习的 还是老老实实加温 苗子时期冬眠是一定会死的 所以说养这种规准备一个加温箱 饲养难度为三颗星 价格也是七千多到八千 某些非常极品的个体也是非常贵的 第六种墨西哥香规 喝三指非常的像 也有花的和素的之分 墨西哥香规也是被誉为香规之王 价格非常的贵 有花素之分 很多个体都达不到图片这样的程度 饲养难度三个星 不能冬眠 听说互动性还非常的好 还是那一句话 香规好看的跟不好看的 完全就是两个品种 接下来呢 就是北美香规当中的新点香规 饲养难度呢 是所有香规品种当中最高的 在国内还没有哪一个人 能够大量的繁殖 所以说大家基本上看不到 人在卖这种香规 因为它的保护等级呢 也是非常的高 一级 首先不说能不能卖 这种东西半正就很难 所以说市面上很少见 不过这种规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漂亮 和东比起来 观赏性还是差了很多 第八种规 锦香规 被誉为互动性最好的规 价格呢 也是非常的贵 能够达到为数 原产地的基地 是在草原 沙漠 灌木 所以说对适度要求 其实没有那么高 饲养难度低 有多面的细性 和佛香非常的像 锦香规呢 就像一个被压扁的馒头 没有佛香那么高倍 但是它的互动性是 其他香规 根本就不能比的 锦香规呢 非常的聪明 感觉就像认识主人一样 除了价格贵 其他都还好 最后一种北美香规呢 叫沼泽香规 沼泽香规是最稀少的香规 虽然说前面的新底香规 非常的稀少 但是在墨西哥呢 仍然有人可以繁殖 树木呢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沼泽香规 是真的少 据一位朋友说 沼泽香规 只存在于美国的 某一个湖的周边 所以说中规极其的稀有 但是中规好不好看呢 其实个人认为是不好看的 国内的价格其实也是有的 普遍在2万到3万块钱之间 为什么那么贵 与它的稀少程度有关 这一节呢 是相规的基本科普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下一节呢 会深入的探索中规 里面呢 会有很多很多 你们不知道的小秘密 毫不夸张的说 后面的视频呢 会惊艳到各位 颠覆大家的三观 喜欢的可以点赞 关注转发